牧师师母 还有我们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祷告会 那今天我们来谈一个 我认为觉得蛮重要的一个议题 就是怎么传福音 就是帮助人认识耶稣 那有一本书 就是叫做穆斯林基督徒耶稣 这本书我们今天用这本书的一些观点 我们一起来看 虽然在台湾我们其实是更多元的宗教 不过我觉得这里面有很多的智慧 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 那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这个题目 我觉得是很实用的题目 就是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 我们如何跟其他的宗教背景的朋友 来传福音来建立关系还有互动 那我的大儿子在美国念书 那他就在宿舍的时候 就跟一个穆斯林住在一起 那很有趣的点是 这穆斯林对他的圣经很有兴趣 就是他读圣经的时候 他就穆斯林就很喜欢去看 你的圣经里面也有写到神 创造天地 然后也有写到这些圣经的人物 好像都一样 所以他们就很有兴趣他的这个圣经 那甚至还跟他去教会 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经历 那当然David就是我的大儿子 就很有感动 然后就在教会他的小组长 请问他的小组长说 这样子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跟他的室友 那该怎么做 那小组长就跟他推荐了这本书 叫做穆斯林 然后还有就是穆斯林 然后基督徒 还有耶稣 就是基本上就是三个字 那他就一直很兴奋的跟我分享 说他在这本书得到很多 然后也帮助到他周边穆斯林的朋友 那我就觉得这个很神奇 而且很棒 那很激励人心的经验 那我就想说那我就借了这本书的内容 然后跟大家来分享 我在开始之前我先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有一次我好多年前 我已经忘记几年前 大概五年到五六年前 这是更早以前 我受邀去一个演讲 一个比较是教育还是学术的演讲 就是讲人文跟科技的某些的这种互动 那我印象很深 跟我同个场次有一个佛教大学的校长 某个佛教大学的校长 他穿了袈裟 然后他就是 他是代表人文 但是他用了很多科技 他用了他的那个袈裟里面 就可以拿出iPad来 然后可以查各种经文 在里面他可以用这种统计 或者是那时候还不算AI 就是统计的方式去看到说这个经文的内容 着重在哪一些部分 所以我就很有趣 这对我来讲是一个经验 就是这么近距离的 然后我们有点点学术的分享 然后一直到了中午的时候 他就我们就吃饭 主办单位就安排了一个西餐厅吃饭 他就坐在我的正对面 然后我就看菜单 就点了一颗牛排 然后我没有想太多 我就想说我要吃牛排 我就点了一颗牛排 那没想到那个餐厅 这个先把这些牛排什么都先上了 那我对面的这个佛教大学的校长 他就有点尴尬 我突然发现他的菜还没有上 我的肉已经先上了 他就说你先吃没有关系 那其实我想这一类的经验不在少数 那个有一次我也是参加一个 蛮大型的国际研讨会 然后我就看我比较晚 因为我有点算是工作人员 所以我比较晚进到那个会场 然后大概有50桌 我印象中那个题目就是有关 我们叫永续的那种研讨会 永续的 那我就找到有一个空位我就坐下来 就那桌的人就一起看我 然后就说这桌是树桌 然后我就发现原来全部都是这些 慈祭的师兄师姐 然后我都穿着这样很整齐的衣服吃素 我一开始觉得树桌也蛮健康的 那就整桌的这个树桌 然后我们就有很多的讨论 就谈到 因为做永续 所以慈祭做了很多救灾这些工作 我们就有很多的对话 我也对他们的这个 救灾的各方面的规划有非常非常深的了解 也就觉得很佩服做了这么多 算是蛮科学的事情 他们甚至会把帐篷去量多久以后 温度会多少 所以在什么样的灾害 应该放什么样的帐篷 然后可以怎么样的使用 然后应该准备多少 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系统 而且是科学化的做 那我再讲一个例子 是我们家庭小组 有一度我们家庭小组之前都是有 有那个爱宴的 我们就会准备食物 希望弟兄姐妹早一点来 我们可以一起吃一点聊天 然后我们的家庭小组有很多 有孩子 通常是夫妻带着孩子一起来 那有一段时间我也觉得神很神奇 把好多不一样的人量在我们这个小组里面 我们有一个爸爸是一贯到的 爸爸是一贯到的 吃素的 然后有一个孩子 那个很有趣 他妈妈带小孩来 带儿子来 但是儿子的爸爸是埃及人 所以那个儿子是穆斯林 就是跟着爸爸的姓就是穆斯林 然后我们要准备爱业 你就可以想象 这个一贯到就吃素 那穆斯林就是不吃猪肉 然后后来还有一个妈妈就说 我不吃牛肉 我们家就是台湾很多人不吃牛肉 所以我们的餐点就是要很多元 然后那个例如说 我们常常会点海鲜披萨 这样子好像大家都很开心 然后再点一个素的这样子 所以在台湾的社会 我想讲的这几个故事就是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很感恩跟很感谢 我们有一个非常多元的一个社会 我们的大家都不同的宗教 我们可以坐在同一个桌子上 一起吃饭 一起讨论 那我们也尊重每一个人 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宗教 大家都互相的尊重 那我们甚至可以一起在小组敬拜 你就知道那个场景是 其实是幸福的 就是大家都尊重 但是也可以互相更多了解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想法 可以有不一样的这种交流 所以我们是一个很幸福的地方 思想很多元 而且有很多的机会 那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 我们还是在一个很多时候 我们需要对不同信仰的人 传福音的一个社会 这是我们都很清楚 有这样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们怎么样跟这些人 进行到一个好的关系 而且一个尊重文化的差异 但是又有机会来传这个耶稣的爱 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今天就是要来查 这个相关的这个经文 所以这本书有几个重点 今天我就讲四个 这本书里面讲最重要的四个重点 那第一个重点是这边 我按下一页可以吗 第一个重点是这个 第一个重点是建立真诚的关系 这本书的作者叫做卡尔麦迪瑞斯 他强调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 应该将人视为有价值的个体 应该要注重这个人 而不是一个改变他信仰的目标 就是我再讲一遍 他讲的重点是我们应该看到这个人 不是看到他是我们要改变他信仰的目标 这一点非常重要 耶稣在事件上的时候 也常常需要跟不同背景的人建立关系 例如说跟撒玛利亚人一起谈话 跟瑞利撒该一起来吃饭 这个是我们都常常会遇到的场景 那我们很容易就会觉得说 不同的宗教人 他有一定不一样的想法 有先入为主的想法 一定很难很难跟他传福音 一定很不容易跟他沟通 实际上我们看看耶稣是怎么做的 那你这边可以看到 这个约翰福音4章7到10节 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妇人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因为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 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 你既是犹太人 怎么会像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要水喝呢 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来往 跟台湾的社会不一样 他们是两种不同的种族的人是不来往的 而且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好像是撒玛利亚是好像比较不一样阶层 而且是比较低的那个阶层 所以你怎么会一个高的阶层 来跟我低的阶层来要水喝呢 耶稣怎么回答呢 他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必找求他 你也必找给他你的活水 你也必找给了你活水 所以后面就是耶稣来跟他传福音 但是第一个动作是什么 第一个动作是耶稣竟然去跟撒玛利亚人 淘水喝 所以这个主动的关系 跟这个跨越这种不同种族宗教的关系 其实是重要的 我们常常都看到后面这一段 我们其实要很注意说 主耶稣其实示范给我们 是主动跟撒玛利亚的妇人交谈 在那个社会背景下是极为不寻常的 我不知道各位 我是不小心乱入 坐到一个树桌里面 那时候以为说吃树也还蛮健康 就吃树桌 可是我做到一个都是不同宗教的 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但是我们有机会可以做沟通 我觉得很有收获 我到现在还记得 已经这么多年了 但是我们其实更少主动去做这件事情 你看主耶稣其实是主动去做 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 是有深深的隔阂 耶稣没有因为他的身份而轻视他 相反他尊重他 他尊重他 进行了真诚的对话 而且提供属灵的生命的活水 所以尊重人是对话的开关 开端 但是开关也对了 就是我们在社会上 不应该认为哪些人不信主 哪些人甚至我们觉得他不配 甚至他做了很多不同神喜悦的事情 不同的宗教拜不同的神 但是神还是爱他 神还是爱他们的 我们是我们人才有问题 神是更希望我们的效仿主耶稣 能够亲近他们 大胆的来跟他们传福音 我记得我有分享过 我那时候当兵的时候 跟我一起住的一个军官 他是基督徒 他就 他就 我就后来我遇到他 他现在是一个教会的牧师 他我就说那你那时候 怎么都没有跟我传福音 他说你看起来就不像会信主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 这个就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 没有人是看起来 不应该是 至少不是神的心意 就是神希望每一个人都得救 没有一个人应该是 看起来不适合信主 但是我也跟他回馈说 其实我在你的身上 我觉得那个种子有种到我的心里 因为他的行为 他做了很多事情 其实对我后面 就是对这个耶稣 因为他受了很多委屈 常常被他的长官骂 然后我就看他就在那边祷告 我就觉得 怎么会有人被骂的时候 不去反驳 就回到房间里暗暗的祷告 其实对我是有一个很深的影响 所以其实我们不要觉得 谁不会信耶稣 但是也要注意我们自己的好行为 其实都会影响到人 好 那我们再看下一段 这个税吏沙盖在路加福音 我们十九章五到七节 那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对他说 沙盖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的接待耶稣 众人看了都私下议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住宿是很亲密的关系 那耶稣又是主动跟 税吏沙盖建立的关系 那沙盖在当时的社会里面 视为是罪人 视为是不好的人 因为他是税吏 被人认为是贪婪 是不诚实的 但是耶稣看到了 他一下就认出沙盖 而且知道他的职业跟生育 但是他主动的怎么样 选择说我要去住你家 那当然沙盖也很高兴的 马上就接待了耶稣 进到他的家里来 所以我们应该要 真的是再想一想那个场景 就是你想一想 你现在想得出来 你最不想跟他做朋友 或你觉得这个社会最罪恶的人 最坏的人 或最没有廉耻的人 你想得出来吗 你如果想得出来 你在想如果你遇到他 你会不会跟主耶稣一样说 来我们家做客吧 那跟他好好进行一个对话 这个是我们应该要去想的事情 耶稣这个行为表明了 他对沙盖的接纳与尊重 这让我想到一件事情 我有一次看新闻的时候 突然看到一个社会新闻 反正是一个教授 做了一些不名誉的事情 那个人我认识 那是我的学校认识的学弟 那因为我们都在学术界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是他 那我就直接跟他联络 然后邀请来我们家里的小组 帮他祷告 那你可以想象 因为其实在做 在学术界教育界 其实最重要就是名誉 那做了不名誉的事情 他只好离开学校 然后就上了新闻 其实他没有路可以走 真的是没有路可以走 那又拿着一个博士的学位 其实去哪里人家都会问 然后这个台湾社会就不大 那真的很辛苦 那帮他祷告 然后慢慢慢慢 这个他也很柔软 在这个时候 你马上跟他联系 帮他祷告 我记得他来了 我们小组好几次 那我 当然后面我们就没有再追 我知道他现在过得还不错 也找到一个工作 也结婚生小孩 但是那个中间绝对不是好过的 那所有的这个社会舆论就说 这教授怎么没有廉耻做这些事情 但是我们要学耶稣的这个 我们要赶快接纳他 尊重他 没有指责沙盖的过错 其实我想沙盖心里也不是好受 因为大家对他指指点点 展现了无条件的接纳 我们可能不认同他的行为 不喜欢他的行为 或甚至不屑他做的那些事情 但是这个人本身或这个罪人 其实跟我们一样 我们也都是罪人 那沙盖感受到耶稣的爱 最后促使他可以悔改承诺 改变自己的行为 所以这段经文就支持了这个 这本书的作者 叫做卡尔麦迪瑞斯的观点 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要先真诚的与人建立关系 主耶稣这两段经文就告诉我们 要建立在爱上面 要建立在尊重上面 不是看人的那个角度在看 更不是说我们觉得去判断说 这个人比较容易接受耶稣 这个人比较难 我记得我们教会前一阵子 应该也一阵子以前在推这个 我们是叫做职场小组还是什么 就是要对一些我们职场上的 或朋友我们去邀请他来的家里 来参加我们的主日的那个 不是主日 就是家庭小组的这种聚会 那我记得那时候还不是LINE 以前都是电话 手机这个电话簿拿出来 一个一个要打电话 就会很容易就会说 这个可能比较难 这个比较简单 就会这样做 我跟各位讲一个见证 你觉得很难的 其实不见得很难 你觉得很简单也没有很简单 这是我的心得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做的是神做的 我们不用用我们的眼睛 而且我们都是罪人 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就是要想办法 跟耶稣一样去亲近 我们世界上都觉得是罪人的人 我们跟耶稣要一样不避讳 那些被社会边缘化的人来接触 看重是每个人的内心 最重要是他的灵魂 那个灵魂都是主 希望我们去接触的 那我们做的很多事情 就算我们没有开口传福音 我们只是说我们去邀请 他最后也没有来 他也很好奇 为什么会来邀请 那为什么你们每个礼拜都要聚会 那为什么你们每次都要谢饭祷告 所以这不是重点不在 要改变他的想法 跟他传福音 今天我没有讲到圣经什么 就好像今天没有传到福音 这不重要 是只要跟他建立关系 所以这是第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 第二个要讲的是文化敏感度的重要性 这本书有特别讲到文化敏感度 既然他是穆斯林 那你当然要帮他准备没有猪肉的餐点 对不对 不然他就只能吃素 这样很奇怪 所以文化的敏感性 是很重要的福音工作 那在台湾我们 其实台湾现在是很多元文化了 不管什么样的宗教 甚至还有一些很新的这些思潮 台湾都很多元 所以在台湾是一个蛮好的练习 跨文化的福音工作的地方 那文化敏感度是非常非常重要 那保罗在《使徒行传》17章 向雅典人传福音的时候 引用他们的诗人和文化的背景 让他们更容易理解 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 保罗在雅典在《使徒行传》17章22到23节 保罗站在雅略巴谷当中说 众位雅典人啊 我看你们凡事很敬畏鬼神 我游行的时候观看你们所敬拜 遇见一座坛上面写着卫士之神 你们所不认识而敬拜的神 我现在告诉你们 他就讲了在那个文化里面 可以理解的话 保罗很有智慧 而且很敏感的方式 向雅典人传福音 没有一开始批评他 说你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你拜了很多不对的神 而先承认他的宗教的虔诚 你有发现 他上面讲了说 你凡事敬畏鬼神 这其实应该不是 我们基督徒很喜欢的 拜偶像的这个状况 但他没有批评 保罗没有批评 他是跟他建立起共鸣 他就找到说 他们有这个卫士之神 因为他们在拜神的时候 有一个等于是没有名字的神 那他用这个来做切入点 介绍他所认识的真神 所以我们跟长期在拜神 家里来拜偶像 这个金刀庙都要拜的人 分享福音的时候 也不需要又跟他先讲说 这些事情不应该做 应该要做什么事情 而是说 我听过有一个 我们的弟兄姐妹 他跟我们 跟那个传福音的时候 也不算传福音的时候 就是跟别人讲 去讲说我们牧师很灵 我们的神很厉害 你可以来认识他 我觉得这很有效果 因为这个 那个牧道有来到教会 就说真的 你们牧师很灵 这个你们神很厉害 这没有关系 这个我们重视他的灵魂 我们用他听了懂的语言 那时间到了 他慢慢就会认识真理 不要一开始 就要开始讲一些很多的术语 这个我们用他听了懂的 你竟然没有拜过这个神 你应该来拜拜看 这个所谓的这个卫师之神 你应该来拜拜看 那你看在雅典 他就讲这样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在台湾 你看着这个不同的宗教信仰 你用他听了懂的语言 你来理解 而不要跟他辩 你不要去跟他讲说 你那个是假的 我这是真的 这样就开始 没有一个人是靠变影来去获得灵魂的 大家都是真的那个灵魂 像我们自己能够认识主 都是真的经历过神迹奇事 所以我们就要让他更愿意 更敞开 更了解 更好奇 更有兴趣来认识我们的神 那至于他用什么方式让他理解 最有效果 那个文化敏感性 我们就应该要去遵从 而且去注意 所以作者卡尔麦迪瑞斯就在说 他觉得最好的方式是用小组的讨论 的方式来介绍耶稣 着重生活的经验 就说我们的小朋友 他们就这个考试前都压力很大 然后祷告一祷告就心情很平静 那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表现比较好 这就是很真实的 那对这个妈妈来讲很可能就是 我们小孩每次都不专心 是不是也请牧师祷告一下 虽然好像不是那么符合真理 但是又好像是有帮助到他 让他真的是更认识神 真的是会在每一个人身上做神迹奇事 而且真实的改变生命 这没有什么不好 所以在从理的方式 逐步进行更深更深的这种对话 这种方式在现代的社会 因为思想真的很多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要告诉别人 我们这边有一个很棒的思想 而是要告诉他们说 我们这边有一个神可以帮助到我 那你也可以来试试看 所以保罗在雅典的讲道方式 给我们非常非常的好的启示 实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尊重理解对方的背景 找到共同点 用对方能够理解接受的方式来介绍耶稣 你遇到了一个佛教大学的校长 有着佛学的博士 有没有机会可以在他面前谢饭祷告 然后我相信在台湾这也是一个 这个台湾的社会一定是互相尊重的 那有机会也可以谈谈你自己的信仰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应该要学习的 用他可以理解的方式告诉他 或说至少让他好奇 那通过这种分享见证讨论的方式 可以让福音传递给不认识主的人 所以这个是卡尔麦迪瑞斯 就是这个作者 他透过这个一些经文 来跟我们做的一个分享 那他这边有提到四个做法 就是说四个步骤 第一个建立共鸣 就像保罗一样先了解对方的背景 知道他要拜这样的一个神 我知道你很虔诚的拜神 这值得敬佩 第二个就是切入点 切入点就是找到切入点 因为先从共鸣以后找到切入点就是 你有一个卫士之神 你有没有想过所有的神后面有一个 真正掌权的一个真正的真神 从那个切入点做 然后再来就是有经过讨论 就是我们在小组里面 或说我们在 这小组也可能是两个人的对话 就是可以分享 用各种方式来分享你的经验 或者在圣经里面的故事 而不是说一下就要说 我们教会有一个查经班大家要来 有一个祷告会大家要来 难度非常非常高 最好就是见证 讲自己真的因为神帮助我 面对了各样困难的事情 大家就会好奇 所以这是第二个重点 第三个重点是专注在耶稣的教导 就是专注在耶稣的教导 我自己就是跟不认识主的人 要讲主的故事 我觉得最好最好传福音的方式就是 讲耶稣讲的故事 效果非常好 那因为我们在台湾还是有一个 尊重各种宗教的这种氛围 尤其我原来是在大学里面教书 其实是我们比较没有办法在课堂上 或正式的场合直接分享我自己的信仰 我可以讲一点我的见证 但是基本上在这种学术的场合 我们比较不常见 那我现在创业也在公司的场合 也是基于尊重 我们虽然公司里面有祷告会 有各种像圣诞节活动 各方面的活动 那我们也有一定比例的基督徒 可是毕竟还是基于尊重 我们没有非常非常的强迫大家都要参加 或者是各方面 太让可能会有人觉得 不是那么被接纳的那样的做法 但是我在非常多的时候 我都很容易用到这个耶稣讲的故事 就是去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人际上的问题 那这个举例来讲 在工作上面 最常见的真实就是不公平 为什么他做比较多 我做比较 我做比较 他做比较少 我做比较多 比较少 很少是说别人做太多 我做太少 偶尔会有 但是不多 大部分都觉得说 为什么不公平 那我就很喜欢讲这个葡萄园工人的例子 就说葡萄园工人早上来的时候 我这个主人说 我给你10块钱 你来做 到中午来 这个工人也是给他10块钱 下午快要结束这个工作的时候 也给他10块钱 最后第一个人就不爽 说为什么 最后一个来只要3分钟10分钟 就有10块钱 我做一整天10块钱 那主人怎么说 就说你来的时候你也没有说不好 现在为什么就是 你看到别人你就觉得自己不好 那这个就是在工作上面 很多很多的状况 人家一听 通常没有听过这个故事的同事 就会觉得这个故事很特别 好像很有道理 那太多太多圣经里面的故事 尤其耶稣本身讲的故事 都是很好很好的教导 而且放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所以重点不要辩论各种神学的辩论 而是有效的建立共鸣跟理解 所以在麦迪瑞斯他有提到说 邀请人参与讨论这些故事 然后这些教导 建立跨宗教的桥梁 那我这边特别想分享就是说 第一个 经文我这边特别来分享就是 耶稣医治病人 那这个在不管你在职场上 在教学校里面 我觉得没有一个人不想被医治 耶稣走遍各城各的乡 在会堂里教训人 宣讲天国的福音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每个人都需要医疗 那我之前有做一些统计 在我当初很早以前带这个大专团器的时候 我甚至就 因为我们所有的祷告事项 我们有文字的记录 那我就有一次我就请我们辅导 我们来做一个统计说 最常被祷告是什么 年轻人都大学生 大概有60%是这个身体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我记住问题 为什么会这么多 就是年轻人很多身体的问题 但是也是另外一个角度说 可能不是这是可能有很多问题 但是医疗 医治这件事情是大家的需要 那耶稣的教导跟医治的事工 那不只是讲天国的福音 也透过实际的行动 来展现神的爱跟能力 那在我们公司的祷告会里面 我们同事已经 很多人不是基督徒 但他身体有需要他会来 他的家人身体有需要他会来 那我们就帮他祷告 那很多他也会讲见证说 后来就发生哪些神机奇事 所以对不认识主的医教徒来讲 耶稣的医治和事迹都是很真实的 而且这些可以显现出 神的那个又真又活的神 而且神的怜悯和大能 而且这些故事就很容易让人家理解 而且这些行动的展示 又真的展现了这个神的能力 而不是停留在理论的层面 所以回到这个书里面就在讲说 不用讲太多神秘的道理 重点就是祷告医治 然后病就好了 那这个就是最重要最重要 而且最好的传福音的方式 那再来就是饶恕罪人 所以我告诉你 他有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他的爱多 但那赦免的少的 他的爱就少了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这个是这个书上 这本书的这个作者 他就建议说 我们应该用耶稣的生活方式 还有生活教导 作为传福音的切入方式 因为这些 就像这边讲的就是赦免 我们的罪 我们的困难 罪就被赦免了 这不是一个 开始就来强调圣经的学习 一开始就强调神的爱 神的这个恩典 那我们的罪就可以赦免了 所以我是 真的很echo这本书在讲说 我们要找机会分享耶稣的故事 耶稣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上 那是我们有很多的罪 然后因为耶稣来而被赦免了 那我们做了很多不对的事情 我们由不得我们自己 那我们是可以因为透过耶稣来赦免我的罪 那其实这个都是可以很自然的分享 只要我们不要把它视为一个 要改变他想法的一个对象 你就分享这个你知道的真理 其实很多人是愿意听的 也不需要辩论 就不要进到那些辩论里面 所以我们要在建立共鸣 在讨论的时候 专注在耶稣的教导 那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 就会发现说 这些故事跟这些神迹奇事 其实对很多人来讲 尤其在台湾是没听过的 是觉得很神奇的 是觉得很新鲜的 那那一块特别特别可以引起 这个没有不认识主人的好奇心 也许这些话 这些故事我们听了很多遍 那对他来讲是第一次听到 那那些话语是有力量的 那些故事是真理 所以会不断的在他生命里面 做到不一样的改变 所以我们要展现信仰的实质 透过分享见证跟实际的行动 所以我们如果能够专注在耶稣的教导 特别在医治病人 跟饶恕罪人的这样的一个事迹 可以跟不认识主的异教徒来传福音 因为你可以想象穆斯林 就像我大儿子David 跟他的穆斯林同学 不管他们多 这个穆斯林 不管他们一天有好几次的敬拜 然后还有什么灾结月 做了很多事情 但是他们就是没有那个耶稣的恩典 这个来担担他的罪 其实这个是让他会很好奇的 那我们如何在我们自己生命中 我们透过我们的分享 透过我们自己的行动 透过我们的爱他的方式 那让他们可以打开他们的心房 有机会来认识耶稣基督 好 最后最后最后 第四个 就是这个日常里活泼的分享经文 那这个其实跟第二 刚才第三个我觉得很类似 那我很鼓励我们弟兄姐妹 因为我们都要常常的练习 那常常练习的秘诀 就是你要常常去接触 不是弟兄姐妹的人 不然你怎么练习 这是在我们自己里面 大家都讲得很开心一下 就互相可以理解 可是走到台湾 还是大部分人都不认识主 而且完全不知道耶稣 为什么来这个世界上的人 应该会占大多数 那我们怎么样自然而然的 在遇到时候就说 好像这个圣经里面 有什么样的故事 我可以跟你分享 那这边来跟大家分享这个经文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我们真的要有信心 神的道是活泼的 是有功效的 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 要相信神的道是非常容易进到 这个魂跟灵跟骨节跟骨髓 都能刺入剖开 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变明 是可以进去的 我们要很相信 我们不需要解释它 我们只要很平不直去的 讲这些故事就有帮助 我前两天跟一个朋友聚餐 很高兴就是我们小孩 这个夫妻都合得来 年纪也差不多 我们聚餐 那他提到聚餐的时候 这个爸爸就提到他的父亲 跟他哥哥 他就是一个弟弟的一个关系 他就觉得很受伤 哥哥对他怎么样 爸爸对他怎么样 就很多很多讨论 他说他去跟他爸爸见面 他爸爸在社会上很有地位 可是就会一直指责他怎么样 就是很多伤痕跟父子的伤痕 然后兄弟之间的那种真净的那种伤痕 那我就跟他分享了圣经里面 所有跟兄弟有关的故事 其实大家可以记得这个 有这个兄弟这个凶杀案 这个也有这种 有这个哥哥不重视这个名分给的弟弟 就跟他讲这些故事 那重点不用讲的很经文 就不用讲 就讲那个故事本身 最后我特别特别跟他讲这个 浪子的比喻 因为他是小儿子 他是弟弟 跟父亲要了家产 然后离家去游荡 这个跟他的故事还蛮像的 他真的就拿着父亲的钱 就移民到国外了 然后最后 那当然这个圣经故事是写的 最终流露街头走投无路回家 父亲很高兴的迎接他 还帮他杀牛庆祝 那老大哥哥就觉得不爽 说我每天都在家里 那为什么弟弟回来 而且他做了不是那么多好的事情 为什么你还对他比较好 那父亲就说你每天都跟我在一起 应该就觉得很幸福 弟弟很痛苦 经过这么多苦 他回来应该维持这个应该欢喜 然后这时候我们老师 我们有一个很小的小孩 七岁八岁 他就讲说 他就讲了很多那个钱 有些掉到地上的 有一个掉到地上的 会去把他找回来 他就小孩子就可以讲 主日学的确有用 就讲了很多故事就是失散的 其实是这个主人会更珍惜 就讲了小朋友也帮忙 讲了很多故事 那我说实在我不知道 这样的故事对我的朋友 有多大的帮助 但是对他来讲就是 圣经有讲到这些事情 我觉得他有在听 那至于这些话语 怎么样的会进到他的心里 我们其实要有信心 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 神的道是活泼的 而且是有功效的 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相信 因为他可以进到你的骨髓里面 那这本书的作者就是 卡尔麦迪瑞斯 他就强调我们像不认识主人 传福音的时候 应该把神的话融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 那我觉得故事是最好讲的 因为一句经文都不用讲 讲到讲故事就好 不仅仅是在教会或圣经学习环境里要传讲 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言行 来展示神话语的力量 我们要讲出符合圣经的这些话语 我们要相信神的道是活泼的 把这个道讲给你周遭的人听 你不要去想他到底听到什么或怎么样 我就那一天就一口气讲了三个 这个兄弟相关的故事 那我再看看 有机会再看看后续是怎么发展 再跟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但是我是很相信这些话语 这些故事会在他心里面想很久 而且一定会进到他的骨髓里 会改变他的生命 所以我们要看到人们看到神的道 在我们生活中实际的应用跟影响 再看一个圣经的教导 我们看到说教训都者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这些功能在圣经上 如果我们有机会变成一个传导的人 我们把在日常生活中就告诉 或是就是讲给没有机会看圣经的人听 这件事情就变成神圣跟很重要 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要讲一个多厉害的道理 我们就是有机会多讲一点 那我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的道去帮助到别人 使人有归正 甚至有都者的这个效果 我们可以用圣经的故事的教训来帮助 他们理解道德伦理生活的智慧 例如说分享耶稣如何教导爱跟饶恕 这也常见 常常就觉得谁怎么这样对我 那我们怎么样去爱跟饶恕 我们常常帮孩子念一本书 我有三个孩子他都很爱那本书 叫《敌人派》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读过 《敌人派》就是有一个小孩 他很讨厌他们搬另外一个同学 每次他都作弄他 所以他爸爸就说 OK 我就教你做敌人派 把那个敌人吃了以后他就会消灭他 那他就想说一定要去抓什么蚯蚓 什么脏东西就包在那个派里面 弄给外面的人吃 就他爸爸做了很好吃的敌人派 然后他把那个敌人邀到家里来 然后陪他玩 然后把爸爸要拿那个派给他吃的时候 他就很想要叫爸爸说 你先不要给他吃 因为我好像有点没有那么讨厌他 我不要他消失 结果他爸爸就赶快给他吃 然后吃吃吃 就变好朋友了 敌人就不见了 就解决这个饶恕 然后跟爱跟分享 就会有一个好的关系 我们跟人的分享福音的时候 虽然一开始讨论交流 建立关系都可以 但是还是要讲一些圣经的故事 跟圣经的道理 因为这是他们几乎是很少的机会 他可以遇到基督徒 台湾就没有太多的基督徒 好不容易认识你 你有这个应该说荣誉吧 或荣耀 或有一个这样的恩典跟机会 可以把这个故事跟他讲 不要担心讲的结果是什么 你只要让他好奇 或让他听过这个故事 让这些话语在他的生命里面慢慢的改变 最后我这边要做个总结 我们要怎么样帮助每个人认识耶稣 因为在台湾我们不是到处都是穆斯林 其实穆斯林还蛮多的 因为我的大儿子他的学校 一个班有190几个人 来自50几个国家 所以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 算是一个联合国 其实穆斯林占了 有没有三分之一甚至更多 那当然穆斯林要认识耶稣 其实难度其实当然是有 但是还是会有开启这个对话的空间 不然不会有这本书 那在台湾是我们是更多元宗教 甚至更多元思想 那我们怎么样来帮助这些人来认识神 甚至很多是无神论的 还是靠科学靠理性的人 但怎么样来认识神呢 我们今天讲了几个 第一个是建立关系 而且是主动的 我们想一想 我们跟主耶稣他直接就是点名 直接去跟好像跟他不匹配的人去做交流 那怎么样的开启这样的一个属灵的对话 所以我们也可以主动的跟身边 有佛教徒 有道教徒 有拜偶像的 我们可以跟他建立关系 不需要说他是不一样的宗教 我们不要经水不犯河水 这是不对的 主耶稣有示范给我们看 我们应该要主动 去了解他的文化 去了解他的信仰 甚至跟他多一点对话 用爱心跟尊重来对待他们 第二个就是文化敏感 今天有讲到这本书讲到 当我们分享福音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文化敏感 那不要冒犯对方 不要造成对方的误解 就阻止一个墙 用他可以接受的 他可以理解的 甚至他有一点点错误的 那种对神的理解 他可能拜的神是一种错误的理解 他可能把他具象化 把他人格化 我们也可以用类似的语言 去让他理解 我们重点是要让他理解 让他更靠近耶稣一步 不是要讲完全的真理 只要让他更靠近真理 自然而然他就有机会 越来越靠近真理 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 完全是都是符合 完全符合神的心意 那他只是在不同的方向而已 我们也有很做错的地方 那我们要怎么样文化敏感的去帮助他 第三个 专注于耶稣这个人 专注于耶稣跟他的故事 在对话中多分享耶稣的故事教导 而不要讲神学的辩论 不要去强调你跟他的不一样 那第四个 就是在日常里活用各种经文 要练习活用 在不同的时候 越用就会越好用 就是你常常拿这些例子 不管你在职场上 不管你在工作上 不管在人生 或甚至身体的健康上面 很多的经文常常拿出来用 去帮助对方 那我们要很相信 那个经文 那个真理是有力量的 会进到对方的心里面 会影响到他的生命 他的灵魂 所以我们要多用这些真理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今天就很快的分享这本书 这本书就是卡尔麦迪瑞斯的书 我不太确定它有没有中文版 那无论如何 我们今天学到这四个重点 那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因为台湾就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地方 有非常多不同的宗教思想 那台湾有一个非常大好处是 我们都很尊重文化的差异 那我们也可以借着这个机会 我们多去听别人怎么讲 然后我们去跟不同文化的人 不同信仰的人 去接触他 理解他 爱他 关怀他 然后跟他讲主耶稣的故事 跟他讲你自己的见证 所以待会我们在祷告会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来求神 来赐给我们智慧和勇气 让我们在这个多元化的社会 成为神福音的种子 来传扬各样的真理 来真的去让更多的灵魂来得救 好 我很快的分享到这边 那待会我们就来好好的祷告 谢谢大家